好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 上一次我們有講到說我們的FORCE 2.0會去改成12吋的輪框 那我們已經改好了 所以大家畫面上看到的就是已經改了12吋輪框 然後我們這次選的是鯊魚的那個輪框 很像鍋蓋的那個輪框但是它還是有爪子的呈現 裝上去呢其實就沒有很明顯啦 因為基本上大部分的造型都被擋住了 我們會再去另外拍特寫給各位看說 它裝起來大概長什麼樣子 但是今天鯊魚輪框這個不是最主要的重點 今天重點是說我們FORCE 2.0改了12吋輪框 長的會不會很奇怪就像之前可能講的 就是它輪框縮小會不會整體看起來好像 腳背很小但身體很大的感覺 我們剛換上去的時候呢的確前一兩天看起來是有一點怪 畢竟一直看它是13吋嘛突然稍微有一點縮小了 的確視覺上來講會有一點覺得怪怪的啦 但是我們看了一兩個禮拜之後覺得就習慣了啦 然後也覺得其實也蠻好看的 最重要就是我們換了12吋之後呢 整體的舒適感有沒有提升 坦白講是有的 但是沒有到 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說 我們以斷照框這個價值來講好了 就是說你花了大概 將近三萬塊 換了一組斷照框 所得到的 體感呢 改善 其實沒有那麼多啦 就是它的價值跟它的感受沒有成正比 當然改善是有的但是沒有到那麼多 所以如果說 各位想要 再舒適一點 你可能避震器都已經改了但是你覺得好像 還差那麼一點 那你可以考慮換成12吋的輪框 不一定要換斷照框你就去買6代輪框 然後換輪胎裝上去就可以了 不一定要斷照框 斷照框單價是比較高啦 如果說你用6代輪框的話可能 入手價格就沒有那麼高 甚至你可能去網路上收二手的 那會更便宜 因為我們換的是大胎 所以整體視覺上不會太奇怪 因為 其實12吋加大胎 它整體的大小呢 跟13吋其實是有點接近 不會到 差異非常明顯 如果說你今天是 前後輪胎都是70扁平比的話 那可能看起來就 縮小很多 感覺視覺上可能會比較奇怪 大胎的缺點就是因為大胎就是熱龍胎 那你的耗損勢必會比較快的 尤其是後輪 前輪可能還好啦 因為 畢竟前輪不是動力輪 所以耗損的可能沒那麼快 但是後輪的話呢 耗損就會比較快 再來是說雨天 他可能排水性 就沒有 普通輪胎來的這麼好 這部分各位可能要去思考一下說 如果你今天換了12吋 輪框 那你要換什麼樣的輪胎 那如果說你換70的 普通的輪胎 比如說輕雨胎這種 那勢必視覺上的效果 可能會 比較怪啦 這是肯定的 如果各位 有考慮想要換 12吋的輪框 或是12吋的原廠框 也沒關係 你就可以來 試乘我們車看看 改了12吋 你覺得騎起來感覺 差異性 怎麼樣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 改輪框又改輪胎的話 即便你今天是想要改6代輪框 我們也可以幫你處理 我們就幫你叫6代輪框 然後輪胎換一換 然後供錢這樣子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不一定 說一定要換斷照框 因為斷照框真的單價比較高 但是 斷照框也真的好看很多 所以各位自己取捨一下 那再來一點就是說 坐高的部分 我今天改了12吋 那是不是車子會 降低一點 我們其實 從Force 2.0出來之後 就蠻多 客人有問我們說 怎麼樣改善坐高 這個部分 避震器 一定是不可能再縮短了嘛 因為他最短就310 你也不可能300 或是290 基本上廠商可能也不會理你 你說後移會不會降坐高 一點點 但是你看他後移2公分 其實基本上沒什麼 太大差別 所以 你說靠後移去降車身 沒有太大作用 那再來說改12吋的話 車身會不會降 有降一點點 但是 因為我們換的是大胎 所以其實也降沒有太多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要完全降車身 降到非常低 可能你的身高只有160 或是165 那你想要降到很低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換12吋的輪框 加扁平比起始的輪胎 這樣子車身就可以降 應該降不少 但是 就會看起來很怪很醜 因為 就縮小了嘛 就看起來很像 一個很壯的人 然後裹小腳的感覺 大致上是這樣子 以上這些資訊 給各位參考 那你們自己要怎麼去做改裝 你們自己去 思考 這些資訊都給你們了 大家都有思考能力 所以不要再問我說 怎麼改比較好 怎麼改比較理想什麼的 其實改裝沒有什麼叫怎麼改比較好 如果是依我 開店做生意的角度 怎麼改比較好 全部都改 最好 但是我不可能這樣跟你講嘛 這樣就是在洗你 所以各位自己要 足夠的思考能力去思考說 今天我要怎麼改這台車 對我來講比較好 那我們都有 實際改裝的樣子 給各位看 甚至 你也可以去試乘 如果說你剛好是在雙北 離我們不是很遠 甚至你可以去試乘 看看這個體感怎麼樣 這樣子 還有一點忘記跟各位講 前後改了12吋 所以我們前面的疊盤原本是267 我們縮小 改成245 那你說267塞不塞的下去 我基本上沒把握啦 我認為可能塞不下去 245就有點一敗了 說實在的 那267我覺得應該是塞不太下去 尤其如果你是原廠框的話 我覺得應該是根本塞不下去 那鍛造框因為他為了造型 他可能 洗的比較薄一點 那也許有機會 但是我沒把握 所以說如果 你要來我這邊 改成12吋的話 疊盤一律都要換成245 245 所以在這邊跟各位講一下 那 如果說你今天是原廠卡錢 你沒有辦法降成245 因為他卡錢就是 固定267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原廠卡錢 要改12吋框 前疊要降成245的話 那你就勢必要改卡錢 以上 就是跟各位分享 改12吋 需要注意什麼 大概會呈現什麼樣 的樣子 那這顆輪框其實非常好看 但是因為 絕大多數 的造型都被 車子的一些結構擋住了 那我們會去 拍特寫盡量 拍出來給大家看 他裝起來大概長什麼樣子 OK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說 其實蠻多人一直在問我們說 FORCE 2.0這台車 很會噴水啊 上面噴很高啊 後桌都濕了啊 什麼的 問我怎麼改善 基本上我敢跟你們講 分離式吐廚呢 很難去做改善 除非說你用的像 阿伯的 AutoBuy一樣 那個擋泥板超級長 才能夠可以把它完全的遮蔽住 那造型就會非常的醜 我相信廠商應該也沒人做啦 因為 改裝品 除了實用之外 還要兼具好看嘛 那如果今天實用顧不到 一定是先顧好看 不好看誰要買 對不對 所以說不會有什麼改裝品 可以100%讓你說 水比較不會噴啊什麼的 那如果有 那一定造型會非常的不好看 所以 各位自己要去斟酌 那我們有發現幾個搭配 可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我沒辦法跟你保證 百分之百 因為我們下雨天 都是開車 所以我也不知道說 雨天騎出去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 依照這個造型 基本上可能可以 比原廠再擋掉更多一些 這塊土櫥 大家應該 最近有在網路上有 一些廣告看到啦 就是這一塊土� 就是這一個 Apex他們做的這塊 塑膠的土櫥 那就是 短短一片啦 他裝起來呢 就是長這樣 那這個 這種 這個不分車種 那 他主要的目的就是說 多了一塊這個銜接 讓你 有的人他 改俏牌是不是直接把土櫥 整個切掉 那就是會有一種 剁掉的感覺 沒有延伸性 所以其實視覺上效果非常差 所以為什麼我們六代進展一直都沒有做 車牌上移的原因就是因為你上移了之後呢 很像 你的 土櫥被剁掉 沒有延伸性 造型很醜 我說過我們店只要醜的東西就一律不會賣 這個東西我覺得還不錯就是因為他整體延伸出來 視覺上效果不錯 而且又短短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他這個土櫥呢 有做一點點 高度啦 厚應該算厚度 所以說 你放上去的時候他不會貼平你原本的 車牌架 他會有一點 所以就是他想要營造有一點 翹牌的 感覺啦 就變成說 這個土櫥呢 還有一點翹牌的視覺效果 所以基本上這個 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再來就是說 因為 FORCE 2.0啦 他沒有 他 原廠啦 沒有 延伸這一塊 沒有延伸這一塊 所以說 分離式土櫥呢 他會從這個中間這個縫 水會往上跑 他沒有這一塊 那 今天這個土櫥有多了這一塊 我相信 再加上你的分離式土櫥 大概在這個位置 我相信應該 可以把水擋住 理論上來講是這樣 只是我沒有去做實驗 所以我沒辦法跟你保證絕對會這樣子 那如果說有各位已經是這樣子的安裝方式 確實有把水擋下來 那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裝這個土櫥有一個小缺點 也不能說小缺點啦 就是說因為他 有一個厚度在嘛 所以你的車牌螺絲要變得比較長 所以勢必 車牌螺絲是要換掉的 如果說你原本的車牌螺絲 不是很長的話 那你車牌螺絲是要換掉的 不然你會鎖不到 或是說沒辦法鎖滿牙 就會有鬆脫的風險 之前我們Facebook有分享 凱瑞絲的土櫥嘛 那那個時候他是做跟六代 就是等於是六代沿用啦 他就是鎖在 齒輪箱那邊 延伸出來的土櫥 這個呢 是直上的 Force 2.0專用 就是他直接沿用原本 Force 2.0後土櫥的這個支架 我覺得這樣才是 最正確的 因為他都有這兩個點給你的你幹嘛不用 就像我們一開始 開箱Force 2.0的時候我就有說了嘛 我是希望廠商能夠做 直上的專用的 For這邊鎖點的土櫥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那 凱瑞絲做了 所以他裝起來呢 我就稍微假組裝給各位看啦 那裝起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說你看嘛 這一塊加這一塊 你看這邊 沒有 空間了 因為原廠來講的話 原廠的土櫥 沒有那麼高嘛 所以原廠的土櫥 大概在這邊 那 他 原廠也沒有這一塊 所以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浪塘啦 所以說 你在騎的時候水會這樣子倒勾上來 那 今天 這一塊擋這樣子 再加上這一塊 其實他這兩片是有重疊的情況下 理論上來講 水不會再繳到後面 但是因為他這個土櫥短 所以你看到水會從這邊 被擋住之後 他會往後 所以 後面的人 騎在你後面的人 可能 還是會噴個藍膠瓶 但是 至少自己 不會被噴到 因為有時候其實 你說雨下很大就算 因為雨下很大後面噴起來 你也沒差嘛 反正都淋雨了 但是有時候雨不是很大 或者說你可能是積水 下過雨後地板是濕的 但是 沒有在下雨嘛 你可能就沒有穿雨衣 但是你一起 下面有水把它繳起來 你背後就會一條線 所以 我覺得這樣子的搭配 各位可以嘗試看看 應該可以解決這個 水噴到背後的問題 那 整體造型其實搭配起來也蠻好看的 只是說我個人比較喜歡 後輪能夠 裸露是最棒的 所以說我這一塊就沒有裝了 那當然我下雨天就是 基本上都開車 不然就是 我下雨天都騎6代 不太會騎這個車 因為我不喜歡洗車 所以 我就會把這個土櫥拆掉 那 各位可以從這個影片 稍微去參考一下這個造型 如果OK的話你也可以 直接這樣子 做這樣子的改裝 那他 也有附紅色反光片 不會怕被檢舉 OK 以上的影片就是輪框改12吋 跟土櫥的這個噴水的 可能可以解決的辦法 我分享給各位做參考 那你們再去思考一下說 怎麼樣去做這台車的改裝 這樣子 OK 掰掰